這位客人腳上踩的不是抹布 而是店家正在賣的衣服 就因為擔心腳上的白色襪子會變髒 乾脆拿店家的衣服當地點 有可能你不會買 但是下課的人可能會買 那就是別人 就是可能會買回家的衣服 誰會想要把自己的衣服 拿來當地點 把它破壞或者是弄髒 其實還滿過分的 是白色的衣服的話 我覺得可能四川前就是先問店家 真的超沒水準 好心提供四川服務 卻換來衣服報銷跟一肚子氣 店家升起PO文 網友痛批好沒功德心 好自私 但沒想到類似OK不止一個 有一件衣服就是比較合身 那也會有遇到一些 就是可能剛好尺寸不合 一定要擠進去的客人 現場若沒有就想辦法調給他 不然就是店裡的小姐 會請他再試別的款式 還有上了農裝 卻硬是要試穿白色衣服 弄髒了也不想賠錢 店家只能靠經驗來做防範 像是準備一次性的頭套 防妝花掉也防衣服變髒 有的還會準備脫鞋比較衛生 像我們的頭套 它就是屬於不織布的 是屬於更換式的 我們會有各種試穿鞋 包含跟鞋 平底鞋 然後涼鞋 那除此之外 我們會有一些內搭的小背心 部分店家多是提供免費試穿 雖然民眾最後不一定會下手買 但也至少尊重下一位客人使用權 別為了一時方便掏錢賠了衣服 也賠了自己的功德心 藉由城市連週一點 它又報導